极乐世界非常非常大 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有量 极乐世界无量 我们这个世界有边际 极乐世界没有边际 那为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所称的 阿雷亚的相分 极乐世界是法相所成就的 法相没有限量 法相有限量 不一样 我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同居图 就是六道 方便图就是四身法界 是新鲜是变的 是有量的 释迦如来的是宝图 无量的 释迦如来的是宝图 就是华藏世界 华阴经上所说的 华藏世界 是法相幻 是法相幻 并现的 无量的 那么极乐世界 也有 凡身同居图 也有 方便有余图 这就是四法界 极乐世界 也有 虽然有啊 它不是真的 为师所变 为什么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转世成直了 也就是 在极乐世界里头 没有 八十五十线索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极乐世界 同居图 方便图 都是发现图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的 我们的同居图 六道轮回 更是法界 唯心所信 但是它有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 唯师所变 心心 是变 所以它有生有灭 我们六道 是法界 有生有灭 极乐世界 只有心心 没有是变 所以 心心 心生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不一样的 在此地 而且极乐世界 没有三无道 没有阿修罗 六道里都只变成两道 有人天 其他的没有 这也是阿弥陀佛 在当比丘的时候 法藏比丘 访问 社方 诸佛察图 诸佛察图里面 有很多 有六道 有是法界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他不要 他不要 所以 凡圣同居图里面 只有两道 人天两道 其他四道都没有 所居的 法界 佛察了 广播 眼镜 眼是壮业 精神亲近 阿美好到极处 叫壮业 阿广大 没有遍及 发现图 不是发现 在哪里 跟自信一样大 自信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图 既然是 发现图 那也就是 他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所以我们往生 很容易 极乐世界三里 没离开我们 当下就是 阿弥陀佛一现身 你就见到了 一步没有动 就在极乐世界 就是啊 这个境界 往生传 里头有几载 往生的人 家人问他 见到佛没有 见到了 极乐世界三 就在我家里啊 在我堂屋啊 在我的房子 跟别啊 就见到了 这个话是真的 有趣的 在我家里 有趣的 在我家里 我还会 在我家里 我还会 有趣的